经典的课堂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科幻电影 瑞克是一个致力于平行宇宙研究的科学家 只是一直没有人欣赏他的才华 甚至最后政府还收回了研究经费 他只能给小学生讲课为生 直到霍利拿着一块两亿年前的化石找到了他 这块不起眼的化石上竟然有着一个和他的打火机一模一样的凹槽 这个明显不是巧合的石块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制造出了能够穿越平行宇宙的粒子加速器 然后霍利和瑞克带着机器来到了发现化石的地方 结果在测试的时候竟然真的打开了平行宇宙的通道 连同原本只是来打酱油的威尔一起 从坍塌的时空进入了另一个宇宙 只是粒子加速器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不知去向 在另一个宇宙里不但看到了各种失落在时空中的物品 还因为嘲讽了一头霸王龙而被碾了十几条改 甚至当天晚上霸王龙还朝他们的洞穴丢了一个核桃 看来这头恐龙也不是泛泛之辈 第二天 瑞克突然感受到一个求救信号 似乎是来自其他的智慧生命 他们就跟随着信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祭坛 又通过巨石上的机关进入了水晶 躲过了蜥蜴人的包围 然后就看到了求救信号的源头 他自称是被囚禁的外星囚犯 希望瑞克能帮助他找到粒子加速器 阻止掠夺者打开前往地球的大门 为了避免地球被掠夺 三人只能外出寻找丢失的粒子加速器 他们跟着原始人发现了更多的遗迹 各种时代的建筑都堆积到了这里 就像是时空的垃圾场一样 甚至还有各种危险的恐龙跑来跑去 完全就是现场版的侏罗纪公园 遗憾的是他们三人立刻就被发现 被碾得爆头鼠窜 好吧 这只是一部搞笑电影而已 大家不要计较这么多 在用冷冻液消灭了大恐龙之后 他们竟然发现了被恐龙吃掉的粒子加速器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拿到手 就被一头翼龙叼走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爬上火山去寻找翼龙的巢穴 然后在轻盈的舞蹈之下 终于顺利的拿到了粒子加速器 然后他们在穿越时空的泳池里庆祝的时候 一头巨大的螃蟹朝他们奔来 却掉进了地底的温泉 瞬间就变成了海鲜大餐 大餐都来了 看来不喝一杯是不行了 可是就在他们喝多了的时候 霍利拿着粒子加速器 进入到了另一个破碎的空间 然后又看到了全息投影 只不过这个投影所说的 和他们当初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那个囚犯才是想侵略地球的坏人 等瑞克和威尔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霍利已经被抓 他们只能想办法混进了审判现场 然后顺利的救出了他 这是一部搞笑电影 大家请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然后霸王龙也闯进了现场 而此时瑞克觉得应该做个了断了 就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一个人留下了和他决斗 只可惜没摔过一秒就整个被吞掉 而此时蜥蜴人大军已经整状待罚 剩下的两个人只能拼命地反抗 当然是用搞笑的方式 就在这时 瑞克突然骑着霸王龙 威风凛凛地再次出现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因为这是一部搞笑电影 紧接着霸王龙就在蜥蜴人群里 横冲直撞 索相披靡 然后他们又冲进了空间 开始殴打外星人 混乱之中打破了一块水晶 通往地球的通道也开始不稳定 最后关头 威尔和原始人自愿留下来控制住坏人 才让瑞克和霍利顺利地回到了地球 后来威尔和原始人来到了他们的部落 从此以后和一群母猿人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 就关注我